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句开始 《彼土菩提宝树》 《彼土菩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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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在经常告诉我们 见书就能够得三种忍 音响忍、犹顺忍、无生法忍 因为最后一个是无生法忍 所以古大德都认为这是地上菩萨的境界 接着今天我们读《大经解》的经文 念老说 彼土菩提宝树 能令见者自然无道 而且能证入无生法忍 换句话说 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就是极乐世界 听经文法会开悟 开悟的远 各人不相同 实在有人在世尊会下文化开悟 《极乐世界》也有在公养十方之佛如来 听经文法开悟 开悟的远太殊性了 为何我们要重视这个远呢? 这个远 这个远 相同的法门就成熟了 总国古人所谓熟能生巧 就容易开悟 道理就是这里 西方《极乐世界》开悟的远太广太广了 绿根所接触 这些现象都能帮助你开悟 眼见树被闻到树的香气 这也是缘 不定什么缘 就是帮助你开悟 帮助你正德无生法忍 这个树的功德 真是无上稀有 微妙难思 无法想象 故知此树实实在在 是阿弥陀愿望 秘密庄严深的流言 这一句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 从理上说 十方世界一切众生 无事、无处、不得、弥陀加持 我们今天也是得到弥陀本愿的加持 才能够将这个经文看懂 才在这些经文上 看出很多很多的意思出来 但是总比不上在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非常明显的 在极乐世界你的心是清静、平等心 在我们这个世界 再有功夫都不能够避免的 所谓环境的掩污 物质环境的掩污 精神环境的掩污 还有自然现象环境的掩污 我们都要去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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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够不知道的 世放世界 纯正纯善 六根所接触的 都是无上妙法 都是弥陀 愿黄秘密庄严的流露 下面 《此心乃密教所判之》第十柱心 佛教在中国自古以来 总共有十个宗派 物宗是十个宗派的第一宗 国家判架不同 这是举物宗所判的第十柱 第十柱心 究竟佛果第十一地如来之所证? 故能究竟位于众生真实之理 佛如果没有真正正德 对一切众生就帮不了亡 佛究竟圆满正德 只要是学佛的人 无论根基的浅心 佛的力量全部能够用上 这个利益 无比殊胜 能够帮助众生 在一生当中 往生淨土 亦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寺土的意正庄严 这个经虽然我们还未学完 一半都未到 大致状况 我们已经了解了 不但了解 我们深信不疑 尤其是第六品 四十八丸 我们学了四十丸 后面还有八丸 这一品就是原本 这一品经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说的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 照阿弥陀佛的话 一字不改 为我们转述 让我们逐渐逐渐 对极乐世界的真的认识 信心先经定 先真放下 尤其是在现前灾难频繁的一个时段 学什么都留不及了 遇到佛法 佛法里最精彩的 最重要的 最契机的 最简单的 最省事的 最快速的 移成就最高的 无过于这个法门 前跟后的人 尼根的人 我相信一旦接触 他就契入了 阿弥陀佛给我们真实的利益 这个位是给予 我们立即就能够得到 下面说 树德高远 比国菩萨宗 前跟劣者 本难之见 这是真的 极乐世界菩萨里面 前跟比较差一点的 是凡性同居徒 这是善根劣者 善根树性的 方便有余土 善根圆满 已经到了实报庄严土 我们今天最应该注意的 就是善根劣 为何呢? 我们的善根劣 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是生凡性同居徒 同居徒里面的菩萨 从下品下生 到上品上生 这九品 都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 所以表现的形象 跟阿维越智菩萨没有两样的 阿维越之是实报庄严土 换句话说 凡性同居徒 下下品往生 到极乐世界 他也能够得到 发生大事 同等的待遇 这是太难了 令人无法想象 所以没有佛家持 这个树的功德 你决定不能够圆满了之 现在是因为你得到 好了 弥陀瑞慈 大愿加辟 適令了之 对于树的功德 利益 你完全能够通达明了 我们再看下一段 第四十一 树厌佛策愿 今次愿文 树厌佛策 同于《观经》第四宝树冠 《观经》一共说了十六种的观法 就是修行的方法 十六种 十六种最后一种是辞命念佛 我们现在在十六官里是压俗器的 最后一官 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普道 《观经》第四宝树冠 《经文简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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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大业往生 而且还带极重的业 所以烦恼集气一定是很重的 什么叫烦恼集气 上家 到极乐世界去留学 有时候会上到家乡 我们从娑婆世界去 就上到娑婆世界 上到地球上 以前居住过 肯定不止一世 在地球上居住很多世 生生世世 跟众生结了很多元 有善缘 有恶缘 现在这个世界 以前这些人有缘的生活状况是如何 肯定会上到 上去看看 能不能够看到 可以的 宝树里面就可以看到 就好像我们现在打开电视机 对准频道 就能够看到 这个宝树 它开花 它的结果 花果都有光明 而且 能变化成 苍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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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角土 亦于终焰 前面说的 映然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 是说我们梳婆世界 这是一个单位的世界 针对 这个地球上往生的众生说的 这些教区有多大呢? 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单位的世界 黄念佬告诉我们 不是一个太阳系 实际 我们过去以为 单位世界是太阳系 我们讲的时候 心里亦不踏实 为什么呢? 跟佛经上讲的不一样 佛经上讲 有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 就是 衰微山 日月 绕衰微山转 这个日月就讲我们的太阳系 太阳系是围绕衰微山转 在衰微山转 我们讲这个太阳系 就不踏实了 但是 过去很多很多 讲经的大德 都以为是太阳系 都以为是太阳系 我们也没有认真去研究过 念佬学科学的 所以 他被我们 研究得世物 他告诉我们 一个单位世界 实际上就是 现在 天文学家所说的 银河系 说得有道理 天文学家 确实是 跟我们讲 太阳系 要银河系 而转 银河系的中心 就是衰微山 佛法里面叫衰微山 现在天文学上的名词叫黑洞 这是一个引力非常大的黑洞 连光地磁波都被他吸进去 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明年 2012年 正好 遇到这个周期 银河系对齐 就是银河的中心 太阳 地球 排成一条直线 叫银河对齐 所以古老的预言 认为这一日可能发生灾难 这个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呢 银河核心的黑洞 会影响太阳 有太阳风暴 古人称为太阳黑子 所以叫太阳风暴 它这个引力 会把太阳风暴拉大了 把它拉起来 这个风暴就特别大了 这么强大的风暴 可以影响地球 因为地球排成一条直线 引力很大 科学家怕太阳黑子 引发地球上的地震 海啸跟河山爆发 很有可能 如果这三样一齐 那地球带来很大的灾难 中美洲 马牙的预言 就是说这件事情 这个族群在古代 对天文非常有研究 这个时候没有科学的仪器 他们能够了解 这个太阳是 在太空当中运行的状况 他们也能够了解 而且计算得非常精密 他的预算 就到明年12月 中止了 后面就没有了 那是不是暗示是末日呢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美国人拍了一部电影 2012年 前年 在全球联播 同时联播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蚊不久 就引起科学家 来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这件事情 有四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我们也看过 有四个纪录片里面 所讨论的 给电影有价值 有不少的科学家认为 这个事情非常有可能 也有科学家不以为然 也有科学家不以为然 会不会真有呢? 用佛法来说 一切法从心上生 为心所现 为色所变 上游 心生 景趣 心转 关键就是我们的意念 如果居住在地球上的人 心念端正 没有邪意 没有邪行 我们的意念 能够帮助 这个太空星球的运转 帮助它稳定 不出问题 其实这个意念有这么大的力量 能够抗拒银河的吸力 能够让太阳黑子 不至于太过分 意念有这么大的力量 现在佛说的力量被科学家肯定了 量子力学家说明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世界上 所有信仰宗教的人 大家都要为这件事情 来做祈祷 集体意识的力量 确实能将这个灾难化解 而不能完全化解 但幅度的减轻 不至于造成世界末日 这是可能的 让我们想起日本江本性博士 在琵琶湖做的实验 和我们做了一个证明 集体意念 震有很大的力量 琵琶湖有个小湾区 这个湾区是死水 水不流动的 二十多年来 水是骯髒的 混濁的 气味很难闻 他发动了 找了三百五十多个人 请了一个九十多岁的法师 带领大众在这个湖边做祈祷 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个小时当中 参加祈祷的人 将你念头统统放下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想 只想一个问题 湖水干净了 湖水干净了 念一个小时 三天之后 湖水果然干净了 难民的气味都没有了 日本媒体也报道 维持了半年 半年之后 就不行了 又恢复好像以前那样 江本博士将这件事情 跟我说 我跟他说 你最好每两个月去做一次 大概就可能长远维持 这种祈祷是集体意识的集中 能量很大的 它是治标不是治本 为什么呢 祈祷完之后 每个人念头 又乱了又习乱了 这么说明 宗教里面祈祷是真有用的 一定要记住 它是不治本的 它才是治标 如何才是治本呢 断正心念 就是治本 宗教教育治本 本末兼治 本末兼治 单单说祈祷 亦是治标不治本的 这个道理 我们要知道 这个道理 我们对宗教 先生起信心 宗教教育 真是万能的 确实 确实是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 所以宗教教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们应当重视 应该认真学习 帮助这个世界化解灾难 我们无论用多大的努力 循心循力地去做 做成功了 保护自己的清静心 依然不起妄念 这个是正确的 如果你说我做了这件好事 你看我救了多少人 你只要有这个念头 一生功德就没有了 这个是要知道的 为何功德没有? 共德能生清静心 共德能开智慧 你有居公这个念头 还有我做了好事 这个念头 这个是妄念 这是妄心 不是真心 以一个小时的讨告 将妄念都放下了 是用真心讨告 但在一个小时之后 讨告完了 网念又起来了 你保不住 在佛法里叫做修福 你修福 与功德不相干 功德 功德跟福德的差别 就是在这里 功德在做好的事 三轮体空 也就是在做几好的事情 若无其事 这是福德 福德呢 福德会有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的事情 这是福德 所以福德容易收 功德难 功德要不着相才得 先是功德 着相便是福德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大家容易理解 着相收福 离相受功德 所以 你能见到释迦牟尼佛 这个教区 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佛事 一切佛事 就是一切状况 佛在这里当中觉悟 明了 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 这些时尚 你通通明白了 通通了解了 这叫佛事 下面讲 十方佛国 逆于忠现 不但释迦牟尼佛的佛国 在宝树见到 在宝树见到 或者在宝花里面见到 或者是宝果里面见到 或者是花果里面 变化出来的 中繁宝盖当中见到 下面讲 《观经此观》 就是第四 《宝树观》 《正众愿之成就》 正是这个愿的成就 《极乐格》中 宝树无量 日日树江 华然宝盖无量 日日宝盖 终现十方佛国 明静清测 如同明镜 见他方佛国 明了清测 如对明镜 自观本面 这几段讲得很清清楚楚 极乐世界 化草树木 都是重保成就 你就想到人的福报多大 如果人能够把网心网念写除 就是极乐世界实报图 有了分别心 就是方便土 有了执着 就是凡胜同居土 妄想分别执着 全部都是假的 自性里头本来都没有 自性清静心 只有长直江 只有长直江 渗弦的是实报图 色变的是方便土跟同居土 色变的 所谓这个世界 宝树无量 这个树千变万化 好像《还原观》里面说的 出生无尽 他有光 降众产生变化 化现宝盖无量 宝盖里面又以十方佛觉 明、正、清、切 说明 所现的佛觉是清清楚楚 一丝毫不模糊 你看得透彻 你对这些现象 你是因果 没有 没有一样不了解 比如说明镜 我们拿一面镜子 见他方佛觉 明、了、清、切 如对、明镜 就好像我们对着镜子 照着自己的面孔 照着自己的面孔 并不模糊 看得到十方诸佛刹土 过去、现在、未来 因为这个境界里头 时间、空间没有了 时空维持统统统都突破了 你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 可见 即使是激乐国土 即使有处处 相抑来 即使有处处 即使有处处 门到无处处 产生了处处 既语 即使有处处处 在极乐世界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宝树 每一棵树都好像这样 这个境界是真的 这棵树就可以看变法虚空界 就在这棵树中展现出来 我们已经觉得不可思议 实际上这些道理 法在大乘经教里面 时事为我们宣说 你看看 戒指纳衰微 衰微纳戒指 是不是上入上迹呢 是的 前面我们读过的 一毛一层里面的微点 一层里面的微点 一无端里面的微点 里面有没有含泄一切佛策呢 有的 一微层里面的微点 有没有含泄一切佛策呢 有的 通通通是上入上迹 不可思议 宝树里面的含泄 那有问题吗 那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圣德圆满的流露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样子 没有人去造作 佛家用了一句话说 法以遇事 法就是一切法 以是说什么 本来就是这样的 圣上一如 圣上不宜 你事一如 因果不宜 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这个地方明白了 有一切法里面 全都不明白 所以一切法 没有一法 不是众生 开悟的机缘 不定你在哪一个缘分里面切悟 明白了 你先能够彻底放下 你先真正自导 你懂得如何帮助别人 别人能不能够到 要看他的业障 业障 业障 浅薄的 就很容易开悟 业障 深重的 开悟就难了 难 没有关系 时间很长 往后 生生世世 诸佛如来 总是会照顾你的 法事门中 不舍一人 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批评 诸佛如来 拒绝 诸佛如来 甚至于 毁灭 诸佛如来 其实能不能够毁灭 是不行的 一切法 不生不灭 你怎样毁灭它呢 但是 诸佛如来 永远 是以善意 对待你 是以爱心 对待你 是这么了不起 爱心 便法界 善意满疏婆 所以 佛先真正叫法喜充满 上生欢喜心 无论你用什么态度 对它 尊重它 你喜欢 你羞辱它 它亦都喜欢 这麽不可思议 那是怎解呢 彻底明了 主法真相 这个境界自现现前 亦是法以遇事 我们应当明了 应当去学习 学习 最微妙的方法 就是 作为 执持名号 名号公德 不可思议 我们再看底下一章 可作佛事 所居佛策 廣博严静 光影如镜 撤照十方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众生 赌者 生欺有心 若不已者 不取正觉 看下这一段 向降 保舍 保舍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第四十二院 切照十方圆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由 第四十二 撤照十方圆 港博者 寬阔无边 嚴正者 狀嚴清静 光影者 光明精 精凝 撤照者 无微 不显 无怨 不见也 先讲这几句话 说明西方 既落世界 我作佛史 我 就是阿弥陀佛自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翻译作佛国土 好 我们 讲解方便 大家容易明了 所以我们 我们常常说作道场 他所居住的道场 这个道场是很大 这个道场就是极乐世界 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都是形容 广报音 说师父 说温宽 与光明显 无边际 是有的 太阳系有没有鞭制呢? 亦都有 银河系有没有鞭制呢? 还是有 极乐世界有没有鞭制呢? 是什么一回事呢? 弥陀经常明明白白说了 极乐世界是 极乐世界的西方 上去十万亿佛国土 勺勺涉入 经教的人都知道 佛讲法 无有定法可说 佛讲经教学的原则 依仪替 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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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替就是真替 续替 续替是依我们 众生之介来说的 很明白 是我们自己的常识 容易明白 如果依真替 那就很难明白 真替是什么? 他所正得的 我们不了解 我们不了解 例如说 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我们就很容易明白 你讲相即无相 无相即相 无相即相 我们就难明白了 他说 十万亿佛国土之外 有一个极乐世界 我们很懂 今天讲的极乐世界 香港无必 我们是难懂的 所以 从真替上讲 是如来至正 境界里头来说 经常有一句话说 为正方知 唯有你正得 你才彻底明了 你要没有正得 你就不明了 许多 否可以说 在那裡 正的 没有鞭制 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极乐世界呢? 说实在话 不能讲不是 不是,亦不能說是 從真體裏面說是 像是極樂世界 從軸體上不是 以現時科學來解釋 像一個屏幕 頻道不相同 我們看這個節目 不想看了,換一個頻道 這個頻道關閉,沒有了 另一個頻道打開,畫面又出現了 在這個屏幕上 屏幕沒有換兩個 這個意思大家能否體會到 《大乘經》裏面有一句話 心靜則佛討靜 如果我們得清淨心 念佛 佛力加持 我們在這裏看到極樂世界了 《極樂世界》在哪裏? 《黃雙傳》裏頭有 《人臨命中時,佛尼接引他》 他看到極樂世界了 《極樂世界》在哪裏? 《極樂世界》在甲壁 《極樂世界》在唐屋 《極樂世界》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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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樂世界》在開示當中說過 我心即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淨土 淨土即此方 這兩句話 和我們顯示出來 《極樂世界》是沒有編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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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編制的 一有,一切有 一無,一切無 對 你說我這裏有 他那裏沒有 那就講不通 所以這個裡頭 《極論》裡頭 跟事實真相 都是妙義無窮 我們才會慢慢地了解事實的真相 真相確實 好像前面所說的 《極未極妙》 這是他正德 用現在科學家的說話 究竟圓滿的哲學 究竟圓滿的科學 《極未有窮微極妙》 還未到達圓滿 真正達到圓滿 《極未有窮微極妙》 《極但等鄉仁》 嚥是貪嚴 hired chess 炎是贛 泥是清淨 莊 Regardless 對於 Christ的善為匪 就是美好 美好的是極 얼마�ngulo 没有一丝毫的缺陷 你看看,美好里面有清静 换句话说,没有丝毫染污 为什么?自性清淨心里头 不大没有物质的染污 精神的染污 自然现象的染污统统都没有 永远清淨,所以放肛 三种现象都有肛明 自然现象有肛 精神现象有肛 物质现象有肛 实际上任何一个物质 前面说的一模一层的微点 这个微点里面有三种现象举足 科学家说的是量子、小光子 就是这三种现象举足 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 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高度数的显微镜 精密的仪器,才能够将波动计算出来 根据大圣经论里面说的完全相同 科学证实了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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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晨、靠晨、靠晨、靠藏、靠藏— 亏 aqui 尺此证实了佛法 从远距离来看,无远不见就是今天说的宏观宇宙 无微不显就是现在说的量子力学 今天科学向这两个极端发展,太空物理无远不见 真是了不起,科学家和我们做了一个报告 他们在望远镜里面看到宇宙的边缘 看到这个现象,太空当中的星星到很快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 所以从这个现象他们推断,宇宙的缘起应该是大爆炸 爆炸的时候物质往外面散,看到这个星球都是往远去飞 距离越远,速度就越大 真正能够看到这个宇宙只有10% 还有90%都是不见的 我们在读他的报告当中,听到这些讯息 跟大乘经上所做的一个比较 我们清楚了 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没有看错 宇宙不是爆炸形成的 为什么星球好像膨胀那样的状况呢? 而且膨胀得越来越严重 经上说一句话说得很好 凡所有想,戒时虚妄 宇宙这个现象不是真的 无论是自然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 你要记住,都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 为什么他会膨胀这样的现象呢? 让我们想到什么? 一切法从心上生 现在的人心膨胀了 什么膨胀法? 现在,贪嗔痴膨胀 如果经上说这些话是真的 竟随心转 我们今天没有限量的这种贪嗔痴 是影响到宇宙现象的就是膨胀 假如我们将贪嗔痴都断除 执着没有了 分别没有了 起心动力也没有了 宇宙更膨胀不膨胀? 不膨胀了 是定型的 什么时候你能看到呢? 到极乐世界便看到了 你在极乐世界观察宇宙 宇宙是不动的 是静止的 他有活动 所有活动你完全了解 在六道里面 六道是个梦 国后空空无大千 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观察 梦中好像发梦 梦中警察一样 整雷什么都没有了 一场空的 六道醒过来就是四圣法界 四圣法界醒过来就是一真法界 十法界里面都是动的 为什么? 妄心是动的 一真法界是真心 真心是不动的 现象不一样 这件事情也是大乘教上说的 为正方知 如何去正法? 没有其他的 就是看破放下 放下看破 看破帮助你放下 放下又帮助你看破 从初心发心到如来地 就是这两个互相交换 这是我二十六岁初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告诉我的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契入如来境界的秘诀 他就跟我说 看破放下 看破是什么? 明白了 放下是什么? 放下就是做到 你明白一点 做到一点 做到一点 又明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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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做到一点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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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其他的 我感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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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天就将这个秘诀 跟我说 我学了六十年 一点都没有错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明白了 你看看《华言经》 五十一个佳位 连最后这五十一个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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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你只能放下第一层 你才能够升到第二层 到第二层才明白了 还要到第三层 第三层发现上面还有一层 我再发又上去一层 一面放下 一面看破 达到最高峰 上面没有了 这是苗角位 苗角位 苗角位上面没有了 苗角位上面没有了 如果你不肯放下 那你就是寸步难行 你没有办法提升一寸 你要想往上提升 那你就要真放下 不放下 永远都是原地踏步 经教学得再多 学得再好 古人所谓 你讲到天花乱聚 你著作等身 你还是脱离不到六道轮回 怎么办 没有放下 六道放下 我才能够得到四正法界 到声闻 声闻放下 你才能够正圆角 圆角方下 你才能够正得菩萨 菩萨方下 你才能够正得佛果 佛果方下 你才能超越十法界 正得法身 一直到无耻无名摘气 断干净了 实报图也不见 常直缸现前 所以科学家 90%的宇宙到了哪里去呢 回归上直缸 他们不知道 佛经上有 回归上直缸 由此知道 一切法从上直缸流出来 最后又回复到上直缸 这是一个大循环 循环是有周期性的 这是最大的循环 我要问 回归上直缸之后 还不会迷呢 还不会变成众生呢 这个说不但我们有疑惑 在灵异会上 富楼拿尊者 就提了这个问题 跟我们同约的疑惑 佛告诉我们 不会的 佛举一个比喻 比喻黄金 从黄金矿里面提炼出来的 提炼出纯金 这个纯金 会不会再变成矿石呢 是不会的 佛举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 提炼就好比修行 矿石就好比是凡夫 重矿石 一层一层地提炼 提炼到纯金 将渣子 统统将它涂掉 纯金提出来了 修行正果 就好似在矿石里面 提炼纯金一样 它不会再变成矿石 所以 90%这个宇宙 它变成纯金 它不是矿石 你在矿石里面找不到它 它不见了 它不见了 一毛一层之微点 一毛一层之微点 这个微点就是极微之微 是量子力学家 它们研究微观世界 发现 物质跟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呢 太难得了 近代科学家发现 我们用科学家的说法 报告 应对 应对 这个经文里头 无微不显 无远不见 是很容易明白的 我们能够接受 能够相信 有一些都不会怀疑 是 稀有者 涅槃荆药 譬如水中生于莲花 非为稀有 火中生者 自赖稀有 举个比喻 稀有是什么 不常见的 水里面的莲花 我们常见 不稀奇 如果说火里面有莲花 那就真是稀奇了 極乐角土 莊严清静 刚结如镜 照见十方 如观经中 大世智菩萨 天观 有五百保华 一一保华 有五百保台 一一台中 十方诸佛 静妙角土 广场之上 戒于忠然 極乐世界 壮严清静 刚结如镜 照见十方 举一个例子 如观经中所说的 大世智菩萨 他戴着帽子 实在说 诸佛菩萨 这些衣着 我们是无法想象 我们做仗 做不出来的 画仗 画不出来的 单单是说大世智菩萨的帽 大个帽 里面有五百保花 每一个保花 每一个保花里面有五百个保台 就好像莲花里面有个莲缝一样 莲花 我们知道了 莲缝就好像保台一样 里面有很多的莲子 一一台中 十方诸佛 妙静国土 港墙之上 那就是十方诸佛的策土 都在里面显现 故知彼土 彼土是极乐世界 从这里里面 我能够了解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小大相容 港墙之上 港墙无碍 一墓一尘 色佳 影照十方 是不思议的境界 是不思议的境界 小宗能够用大 大用小 不稀奇的 就是前面比喻里面说的 水中的莲花不稀奇 火中的莲花开了 就是真的稀奇了 小女头可以用大 小到什么程度呢 小到一墓一尘 这个一墓是指我们的汗墓 的毛端 我们身上的汗墓 毛的尖端 一层是一粒微层 肉眼看不到的 或在经中 用比喻 来告诉我们 最小的物质现象 凡是物质现象 有四种特性 只要是物质现象 一定有四种现象 四种现象叫四大 就是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 来比喻 地是物质 再小的是物质 这就叫地大 它确实有的 水大是什么呢 水大有湿度 我们现在说的湿度 火大就是温度 它有湿度 它有温度 用现在科学来说 水大是阴电 火大是阳电 它就带着电体 本身它是带电 有阴电 有阳电 风大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这个要知道 置性不动的 现象是动的 物质现象是动的 所以它有风大的性质 精神现象也是动的 自然现象还是动的 饭是动的 也不是真的 都是属于刹那的生灭 生灭的速度 我们无法察觉出来 就好像利那菩萨所说的 一秒钟有 一千六百兆的生灭 我们怎样会知道呢 所以佛讲 凡所有相皆是去往 包括诸佛实报庄严土 只有常直纲才是永恒的 不生不灭 经教里面这些话太多太多了 佛慈悲 让我们有机会不断地去重复 重复次数太多了 印象深了 才能够起信 生起对它的信心 印象不够三刻的时候 非常淡薄的 境界现前马上就迷了 不没用的 你被境界影响了 不像菩萨 我们在这里讲法身菩萨 它在境界里面如如不动 不动是真心 真生生智慧 智慧智慧通达明了 切照十方 在境界里面如不动是真心的 在境界里面如不动是真心的 在境界里面如不动 在境界里面如不动是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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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境界里面如不动是真心的 在境界里面如不动是真心的 在境界里面如不动是真心的 仅就是真心的 在境界里面如即将有通道 如不动 這些事實的真相,我們如果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能夠不動心嗎?你還不能夠想到極樂世界嗎? 你還會留戀十方諸佛賊土嗎? 但對地球不留戀,十方諸佛賊土也不會留戀 肯定來一個方向,一個目標 勇猛精進,往生淨土 這一部大經解,跟我們介紹西方極力世界很詳細 我們想這種介紹,遠遠超過古大德 我們看古大德的註解,沒有講得那麼詳細 實在說佛法是不義法門,我們在這個地方理解了 回頭再看古大德的註解就不一樣了 能夠看到字字句裡頭的物意 加上自己修行的功夫 功夫是甚麼?放下 只要你放下,你就提升了 廣生論藥 功見諸流閣,觀十方無外 這是《廣生論》上面這一句話 《談聯師註約》 遇正明鏡,十方國土,正位諸上,善惡熱緣,一齊適然 在哪裏見呢? 前面是在寶樹上見 這個地方是在《世放極力世界》 《宮殿流閣》裏面見到 沒有一處你見不到的 說到極處,就是一無一塵 世界影照十方 你在極樂世界,在在處處 可以說是一切時,一切處 你都見到十方一切諸佛察土 我們這個世界根據沒有兩樣 但是我們不行了,業障太重了 見不到 到了一個地方去,天天燒業障 佛江照我們的燒業障 寶樹江照我們的燒業障 劉國江照我們的燒業障 十方如來 防江也幫助我們的燒業障 所以那個地方一生就成佛了 很快就成就了 在那個地方,我們想燒業障 燒不了的 不但燒不了,業障天天增長 天天增加 你講是多麻煩 淨土就是指方便土 四聖法界 是六道輪迴 合起來十法界 諸相 這句話是靜衛諸相 四個字 就是十法界衣正莊嚴 全部都講到 善惡業障 這四個字是講 因緣果報 十法界離不開因果 因果是從何時才有 十法界何時才有 因果就何時有 因果跟十法界同時來的 你能夠不相信它嗎? 你相信它,它能幫助你解決問題 你不相信它,你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 一切適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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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都看到 全部都看到 供電珠流閣 一切適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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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讓我們時事提起 找奉禪師的教會 極落即始方 始方即極落 《極樂的樹花果,降明當中,能言十方佛察》 我們這個世間的樹花果,樹有沒有放光?有光的 我們是看不到,為什麼呢?它受了嚴重的掩污 不是沒有光,有氣功的人,它看到了 現在所謂有特異功能的人,它能看到花草樹木都有光 光的大小,光的顏色,能看出樹的健康狀況 它如果受了污染嚴重的,它現在用農藥,用化肥,土地煙滬了 所以它的光一定是灰暗色的,不明顯,如果它成長的地方清淨 土地,水資源清淨,它的光像螢光一樣,黃帶綠色的 我們人是否放光?放光的,亦有光 我們人是否放光的,炎氣功的人,很好的人 它能夠看得到每個人,從光中看到身體的健康狀況 我曾经遇到过 在美国的时候 有些中国特异功能的都是年轻人 在美国访问我遇到了他们 我试验他是真还是假的 有位女居士让他去看 他看了之后告诉他 你曾经得过肺结核 但不要紧,现在已经概化了 巴恒还在 指出他的部位 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他说没有想到他真有本事 他们自己知道 结婚很多年了 连先生都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过 被这些特异功能指出 他穿着衣服 也没有用仪器 他怎能看到呢 他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肛 肛的大小不一样 颜色也不一样 从颜色里面能够看到健康的状况 人非常健康的时候 大概是黄色的角 身体有疾病会变成蓝色的角 灰色的角 严重的就是灰黑色的角色的角色 降少的就是比较耐弱 都能够看得出来 不是没有的 我们一般人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原因是什么呢 被染污太严重了 我问这些特异功能的人 我说你的能力在哪里来的 他没有练过的 他从小就有了 我说能不能够保持 不可以的 他们是二十多岁 还可以 大概三四十岁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网念多了 是有道理的 我听他说得很有道理 网上多就没有了 你清静心保持就有了 我们这种能力能够恢复呢 可以的 只要你学得清静心 你能将这些习务 五七八糟这些东西 这些网念统统放下 统统排除 不再接触 你这个能力慢慢就延传了 清静心延传了 你这个能力就恢复了 真的 索婆跟极乐世界 没有差别的 索婆跟极乐世界 不能够比的 原因在哪里 我们居住的人心不一样 人家是纯正纯善 人家是纯正纯善 我们这里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是违背了性德 违背十善 违背伦理 违背了道德 道理就在这儿了 极乐世界是自性变的 我们这里也是自性变的 这部经历修学 将这部经的道理 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 将这部经里面讲的交分 变成我们自己生活的行为 我们居住这个地球就变成 极乐世界了 为什么呢 景趣心转 这个道理不能够不懂 懂得这个道理 以它世界上 不利产生什么样的灾难 我们自己知道的 什么原因造成 只要将原因化解了 灾难就没有了 这样学法真有用 对自己来说 真心健康 精神饱满 幸福快乐 是真的不是假的 幸福快乐 与明文离养 不相干 与地位高下 财富多少 亦都不相干 这里头有真乐 有真正的人生价值观 人生在世 最幸福 无比幸福的 是你走到真的 震动世 你成就真实 好像佛经上讲的 佛菩萨给我们是 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利益 经上讲三种真实 真实之制 这是你 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利益 这是我们得到用处 得到好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